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住基隆的前幾年我很討厭基隆 我就很後悔 我是南部來的小孩 你又覺得便利性沒有台北高 然後天氣又不好 我等一下會被被打 我本身是這邊基隆在地的發動者 高中啊 打學時代都一樣 或是只要有空就是往海邊走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就是 剛剛講的潮箭袋 它漲潮的時候滿到可以 我們現在腳這邊抖滿都是水 那退潮就往外推的話 拆下去就往外推就是會露出水 那第一次帶我來 因為那個很淺的嘴巴那個我都已經滿好 因為我不會有緣 一直想要噴啦 它水都不用 滴水是冰淚 超舒服喔 白馬 我們從小就在這種環境玩 玩海邊的東西 那想吃什麼 自己到海裡抓 或者是釣 我先他是住巴刀子這邊的人 然後他也很常在那邊釣魚 我釣魚釣了兩三年吧 其實我們一直都沒有碰到 然後我們後來是在巴刀子綠燈這邊 晚上在釣魚的時候認識的 欸 釣魚認識的 只是說會比較奇怪的是 晚上在海邊釣 女生比較少 那 就覺得 我們家本身 從爺爺 爸爸 叔叔 伯伯他們接手 再來這一帶沒有人接手 有時候他們抓到的漁獲 生態的問題一年比一年少 再來 價格不見得會比較漂亮 不只是我們家啦 因為巴刀子這邊 幾乎都是信都 也幾乎全部都是在捕魚的 因為他在這邊長大 我從巴刀子開始是自棋樓 我才覺得這個地方其實很可愛 因為棋樓不是山就是海 政府有在做規劃 整體的配套規劃 包含像基隆港郵輪現在也越來越多 就感覺好像他能見度越來越高了 每個地方都很好玩 如果你要來基隆玩 你不能走馬看滑 因為你沒有看到他漂亮的地方 你看到的只是像明信片上面一樣 說哇 旺幽谷好漂亮 曹晉公園好漂亮 可是你不知道 曹晉公園的生態現在在富裕 你不知道旺幽谷這邊有北火電廠的故事 然後你也不知道說 巴刀子它其實本來是個半島 它跟台灣本島其實是分開的 那巴刀子它是一個 商業化的漁村 你要找個餐廳 你可能要問五個人有沒有 然後最後只會吃到陽春麵這樣 因為它還沒有過度開發 它有一些地貌 跟一些仙爵條件是有保留下來的 就這裡有很多的故事是 如果你有時間聽的 你會覺得很有趣 它其實是一個小蠻大蠻子 然後很蠢蠻 就是蠢蠻蠻 蠢蠻這件事情就是 不華麗的是很容易 沒有很多的啊 請來自ã我們 此外周圍 一塊小蠻蠻 小蠻蠻蠻蠻 可以不切